快篩事記現在是公布應酬 各地都出現了強買人潮 衛福部就緊急通知了 澎湖、金門、馬祖三個離島縣市 因為物流人力吃緊 離島的快篩暫時斷貨 新EP要等到5月3號也就是明天才會運送到 讓當地民眾相當的錯愕 直呼匹發不公 藥局門口貼出公告 清楚寫下快篩事記全賣完了 自從快篩實名至上路 藥局每天都會出現大排長龍的畫面 但2號一整天在澎湖卻不見這樣的景象 不是當地居民不缺快篩事記 而是因為物流人力吃緊 藥局根本沒得賣 前線只能停售一天 就是滿不公平的吧 對 就是偏偏可能在離島 上面可能就是缺這個物資吧 醫療設備已經都不是很OK 然後我們需要的資源也不夠 對 這樣子其實 如果真的發生不發狀況那怎麼辦 買不到真的好無奈 不只澎湖斷貨 金門和馬祖也都因為物流人力吃緊 跟著斷貨一天 離島本身醫療量能就已經不足 而每間藥局一天只配發78份 現在又出現斷貨的狀況 藥局急著向中央喊話 希望說中央人對我們離島地區 因為我們這邊醫療量能比較不夠 也希望說對我們離島地區 稍微有一些增加的一個量 那也許離島裡面 我們就多配一些 讓他有早準備 確診數每日破萬 疫情仍相當嚴峻 為了減輕醫療負擔 民眾只能靠快篩試劑來確認自身的狀況 離島配發量該如何調配 也考驗中央的應變能力 記者綜合報導 好